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发生了矛盾 看起来这事情有点匪夷所思 但是确实还真就发生 本来呢我们俩的生活呀挺好的 也挺正常 自从他妈妈来了以后啊 把我们的生活都给打乱了 就有一个破蜘蛛死了 他把我妈给气走了 毕竟养了好多年 跟他妈妈吼了几句 之后他妈妈就是不开心了 对老人没有那么多说话的口气 放我磨在旁边我都接受不了 很好的老人了 他就让我跟他妈道歉 我没有错 我没有必要去道这个歉 如果他不陪你道歉 我们肯定不会在一起 两个人感情有那么好 为什么没领结婚证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俩出现一些矛盾 就是他妈妈突然 夹到我们生活当中 开始是过来玩 后来就没走 跟他母亲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什么 我自己啊比较喜欢养小动物 我自己养了 从小开始养了一只毛蜘蛛 他妈妈来了以后 我都关照他们 我养的东西 您啊尽量别动 后来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装蜘蛛的盒子呀 被放在阳台上晒太阳 结果蜘蛛死了 我特别生气 作为我来说 养这么多年了 我自己心里啊 特别难受 所以说 雨漆啊什么呀 比较激烈一些 她说话特别难听 声音特别大 她说 你别动我东西 这东西 你不知道怎么动 你为什么动它 你看都把它晒死了 我母亲当天就走了 因为我不在家 我去店里工作了 我母亲到火车站以后 跟我打电话说 她走了 我说你为什么走啊 她就把事情经过跟我讲 我妈我打电话说 她已经哭了 这么大年纪 她连追都没追 连问我也没问 之后你也没跟她道歉是不是 我跟她解释了 你那时候解释 我接受不了 那我问问 就是她是不是一个 特别喜欢静的人 你见过灾男吗 假如一个男人 能十多天不下楼 你相信吗 怎么会十多天不下楼呢 我不信 那就问问她 她能多少 她十多天不下楼 是经常事的已经是 那你十几天不下楼 你吃什么呀 我在那个网络上买 最懒的情况下 就是怎么说呢 连糖和盐 我都在网上订 我以前的喜欢 她这人挺文静的 我没想到她能这么灾 将近三四年的时间了 没陪我看过电影 没陪我逛过街 没陪我吃过饭 一出去就说 外边的空气不好 外边的太阳太晒 外边的人又多 都是各种理由 你说错了 我陪你逛过一次 我都逛过一次 自己就起来了 那你行不错 你就逛一次哈 当你母亲来的时候 你就没有考虑到吗 一个十多天不下楼的 一个成年男人 跟你母亲在一起 难免会有矛盾 我现在我有条件 我有能力 强调我母亲 晚间生活过得好一点 我没有错 那你现在有什么要求呢 必须向我母亲 配礼道歉 我必须和我母亲 生活在一起 如果她不同意呢 不同意 那就算了 我肯定是不会到的 因为这些事情 我没有错 我感觉 我假如对你母亲 那么说话 你心里怎么想 你妈妈会怎么说 你妈妈心里会舒服吗 你那种态度 已经代表了 你就不喜欢 我母亲在这 跟咱们一起生活 我妈妈 我妈妈妈妈